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领化妆品生意 姐姐能力强 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只用了十年 他们就在这个二线城市全款买了房 买了车 还资助我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 我也留在了姐姐和姐夫所在的城市 姐姐和姐夫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俩有一个九岁大的儿子叫壮壮 姐姐的脾气有点急 姐夫性格就相对温和 基本上不和姐姐吵架 孩子和家里的事情多有姐夫打理 他从来没有怨言 不仅如此 他还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说 遇到小欢 我太幸运了 小欢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家 我知足 我一直为姐姐高兴 直到2020年3月那天 姐姐为了帮衬朋友买了一份保险 这份保险付送了一个全身检查的福利 于是 姐姐就到指定医院做了免费的体检 姐姐那天高高兴兴地出门 却神情慌张地回家 因为检查结果有几项指标非常不对劲 医生建议赶紧到三甲医院做复查 姐夫李勇第二天就带着姐姐去市中心医院挂号检查 几天后 最终的检查结果出来 医生把李勇拉到一旁 对他说 病人可能确诊是一线癌晚期 已经肝转移了 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姐夫蒙了好一会儿 才强颜欢笑着把姐姐带回了家 他不敢告诉姐姐真相 只说可能是肿瘤一期 是比较轻的病症 我是从姐夫偷偷打给我的电话中 知道了这一切 犹如晴天霹雳 我放下电话就马上请假 飞奔到姐姐家 看到姐姐我就觉得荒诞 姐姐面色红润 中气十足 哪里有一点点生病的样子 在我的建议下 我又找借口 陪着姐姐到省城医院 重新做了各种检查 几天后 专家会诊的结果和前面一样 医生同情又遗憾地告诉我 已经发生肝转移的话 手术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能做的事 是可以试一试化疗 或者拔向药物 和姐夫商量后 我们决定让姐姐回到我们城市的中心医院 住院治疗 即使医生宣判了晚期 我们仍然心存希望 说不定下一个奇迹就在我们家呢 虽然我们都没有对姐姐说出实情 但是一向精明的姐姐 怎么会看不出来我们的异样 又怎会猜不到情况严重呢 姐姐一言不发地听从我们所有的安排 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销售下来 我和姐夫轮番排班 她管白天陪护 我管晚上陪床 我妈则从乡下赶过来 在家里照顾小侄子壮壮 我们最先尝试了靶向药 这个药很贵 可是没几天 姐姐就浑身搔痒 难受异常 我们又开始尝试化疗 不知道是因为姐姐的心理压力过大 还是因为化疗对身体的损伤过大 化疗过后没几天 姐姐就突然进了病危状态 抢救费用非常高昂 短短两个星期 医疗费已经高达几十万 原来一直很有耐心的姐夫 慢慢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这天下午 我下班过来陪床 正巧碰上护士过来 我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护士在里面说 52床家属 这是今天的费用单 马上就要欠费了 再不交费 今天晚上的药就要停了 不是才交了三万吗 这才多久 我一进门 就看到姐夫拿着费用单 语气不善 脸色阴沉沉的 她皱着眉头 不耐烦的嘟嘟囊囊 那表情既猙獰又心痛 没有注意到我走进来 那种表情我太熟悉了 小时候每次课外活动 要交什么费用 我父母舍不得又不得不交的时候 脸上就是这种表情 我吃惊地盯着姐夫 眼神不由地凌厉起来 姐姐生病才几天 她就舍不得钱了吗 姐夫察觉到了我的眼神 抬头一看到我 就立刻停止嘟囊 掩饰般地低下头 然后她若无其事地开口 小小 我现在就去交费 今晚就辛苦你了 说完 她背上包 挤匆匆地走了 我盯着她飞快离去的背影 心里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那天晚上 姐姐醒了过来 我很迂回地打听 他们现在究竟有多少存款 姐夫知不知道 所有的卡和密码 姐姐虚弱地靠着床头 仔细分辨我脸上的表情 想要弄清楚 我这些话背后的真实意义 可她实在是太虚弱 短暂的思考 都让她精疲力尽 她闭上了眼睛 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很难受 立刻找不到 你别多想 我就是担心 万一钱不够 嗯 这几年工作 我也存了七八万 随时可以拿出来给你用 我刚说完 姐姐就突然睁开眼睛 这让我感觉 我的找补 可能越描越黑 那一刻 她看穿了我的心思 开口道 你放心 用不着你的钱 你姐夫的卡上 有一百多万呢 停了停 她又低声说 小小 在我驾照背面 插了一张工行的卡 里面有三十多万 这个是我最近收回来的货款 你姐夫她不知道 你帮我拿出来 有什么万一 就留给壮壮 上学用 还有 说这个干嘛 我打断她 你过几天病好了 就回去自己保管 别给我 姐姐握了握我的手 继续道 你有空去我店里 把我账本拿过来 店里还有一些存货 还有几笔货款 没收回来 我要跟你说 尽管我感情上 万分不愿意 但是 我的理智 却不得不承认 姐姐现在的安排 有备无患 我叹了口气 打开手机 把姐姐说的那些事项 整理清楚 编成短信 发给我自己 第二天 我请了假 把她交代的事情 全都办妥 姐姐说的那些零星款项 攒起来 有差不多五十万 我单独开了张卡 存起来 没过几天 姐姐的情况 愈发严重了 整日昏睡 清醒的时候 越来越少 这期间 医生下过两次 病危通知书 人也被抢救过两回 我心里很着急 一大清早 就直接找上了 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正在写病例 抬头盯了我一眼 不嫌不淡地说 我前几天就跟你们说过 这个五十二床 要是换了药 那效果 肯定是没有进口药好的 啊 换了药 我心里咯噔一下 皱着眉头追问道 什么时候换的药 谁同意换的 医生又抬头 看了看我 你们家属的意见 要统一呀 不过 说句实在话 五十二床 现在这个情况 也就是拖时间 医生还没讲完 我的电话 就响了起来 一接起来 就听到壮壮 在那头哭 小姨 你快来 外婆和爸爸 吵起来了 电话里 传来我妈和姐夫的 争吵声 姐夫的声音很大 不是我不给治 这个病 医生都说了 根本治不好 家里的钱都治完了 我能怎么办 只有这套房子了 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吗 不用管小孩了 我心想 李勇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姐姐明明说 她卡上 有一百多万 这几个星期 不是才用了几十万吗 你没良心 我妈尖叫 我好好的姑娘 你不治了 叫她回家等死吗 什么等死 我这不是 把她接回家伺候吗 你觉得不行 你带回去治 好吧 李勇一声抱贺 把我吓了一跳 电话里 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还有我妈 和孩子的哭声 我刚想开口 电话断掉了 我心急火燎的 打车往姐姐家赶 在路上 就给李勇打电话 我说 姐夫 你不用卖房呀 不是还有一辆宝马车吗 把车卖了 不行吗 李勇大发雷霆 说我道德绑架 说我们都不顾念孩子 想让他和孩子 陪着姐姐一起死 原来 李勇不是不会发脾气 不是不会骂人 只是 姐姐还能给他 带来利益的时候 他可以隐忍 现在 姐姐变成了拖累 他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这个人 现在陌生的 让人觉得可怕 等我赶到姐姐家 李勇已经回医院了 我妈表情平静 已经看不出悲伤 她一开口 我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妈说 我刚刚跟你爸打了个电话 从小到大 他们俩拿主意的 从来都是我那个最自私的爸 他们现在害怕李勇 把姐姐丢回娘家 让他们来管 所以 不管李勇说了什么 只要不让他们负责 都绝对不会再反对了 这样凉薄的父母 让我只想哭 好生悲凉 一整个白天上班的时间 我都在思索 万一李勇 真的不再续缴医疗费 我是不是应该把姐姐 托付给我的那笔款项 拿出来 不拿出来 眼睁睁地 看着姐姐等死 我做不到 可是 如果我拿出来 李勇就更不可能 拿钱给姐姐看病了 更何况 这个钱 是姐姐留给孩子的 是姐姐交给我的 唯一托付呀 一时间 我矛盾得 不知如何是好 快到下班的时候 公司 突然让我出个急差 我催辞不掉 只好一边冲上高铁 一边给医院打电话 让护士 赶紧给我安排个 护工赔床 不料 电话那头的护士说 52床 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 出院回家了 这个李勇居然真的把姐姐接回家等死了 更可气的是 竟然没有任何人通知我 那一刻 我恨不得跳下高铁 找李勇理论 憋了两天的火 把事办完 我一下火车就往姐姐家赶 电梯门还没打开 我就听到了我妈尖利的哭声 一走出电梯 就见姐姐家铁门大开 好几个穿着白衣的人站在门口 我狂奔过去 姐姐就这么突然走了 还没等到 我帮他和李勇吵个输赢 没等到 我再看他一眼 没来得及 让我和他好好告别 姐姐的葬礼办得很简单 也很匆忙 李勇说 没有钱了 一切从简 我妈在葬礼后 就回了乡下 我则固定 每两个星期 去看一次壮壮 姐姐去世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 我带壮壮去吃麦当劳 九岁的孩子早已经懂得很多事 也非常敏感 她吃着汉堡 有点迟疑地问我 小姨 如果一个人的老婆死了 她就可以找女朋友吗 我立刻觉得 这话不对劲 点了点头 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 嗯 你爸爸的女朋友好看吗 她想了想 摇摇头 我觉得 没有妈妈好看 我全身一阵阵发冷 有点不敢相信 姐姐才走一个月 李勇就已经找了女朋友了 我又问 你怎么会见到爸爸的女朋友呢 她说 她昨天晚上住家里了 那不是尸骨未寒 就 怎么可以这样 我拿着可乐的手 止不住地颤抖 要说 她们从前不认识 那个女人不是小三 傻子才会信 难怪 李勇不肯拿钱出来 给姐姐救命 难怪 连姐姐的葬礼都从简 这是要省钱 给新人花呀 可我不明白 姐姐那样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会没有发现 李勇天天和姐姐 出双入队 又是哪里来的时间出轨 我忽然想到 这两个无耻之人 如果他们再生一个小孩 壮壮的利益 不就让他们都吞噬殆尽了吗 这个家是姐姐打下来的江山 我不能让财富 都被狼心狗肺的李勇和小三吞掉 我立刻给公司法务部的朋友 发了个微信 咨询他 我该怎样做 才能最大程度地 保全壮壮的利益 在朋友的指导下 我准备 以我父母的名义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继承姐姐 其欢的部分遗产 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 把壮壮的继承份额 也确定下来 为了能最大程度地 保全姐姐的财产 我要搜集 李勇在姐姐在世的时候 就出轨的证据 这样才能保障 壮壮分道的份额 不比李勇少 就在我绞尽脑汁 想着怎么才能收集证据的时候 却传来了李勇在筹备婚礼的消息 听共同的朋友说 李勇已经在本市很有名的一个饭店 预定了酒席 婚礼就定在一个月后 他还给女方买了一辆小车 交付彩礼若干 不是拿不出钱给姐姐治病的吗 怎么有钱买车给彩礼办婚礼 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 要说这两个人一点猫腻都没有 谁能相信 距离姐姐离开才三个月都不到呀 人走茶凉的让人唏嘘 我必须马上出手了 要不然他们把房子一卖 钱进了他们口袋 就算法院做出多有利于壮壮的判决 都难以执行 我立刻向法院提交了诉讼申请 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 要求马上冻结姐姐和姐夫 名下的所有房产和车 等待法院判决分配 收到法院传票后的李勇 气急败坏地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没想到啊 你们家人这样贪财 这么没情意 要是小欢知道 他尸骨未寒 你们就来抢他的财产 我寒恨回了一句 是吗 你也知道他尸骨未寒 那你干嘛这么着急结婚 李勇顿时雨塞 气哼哼地挂了电话 都说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或许这个世界还是有现世报这回事的 法院还没有排期开庭 一天傍晚 我刚刚下班就接到壮壮学校的电话 是老师打来的 你好 壮壮的爸爸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来接他 而且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孩子说您是小姨 您能马上来接他吗 我连声说好 赶紧赶到学校 把壮壮接回了姐姐家 家里没人 我拨了好几次李勇的电话 都是关机 只好问壮壮 你晓不晓得 爸爸女朋友的电话 壮壮想了一会儿说 家里电话机上有记录 他走到电话机旁 翻了几个号码 指着其中一个对我说 小姨 就是这个 我按着那个号码拨过去 没多久 电话被接起来 电话那头的女人 听说我找李勇 没好气地说 她现在在市中心医院 我还没来得及细吻 她就挂了电话 再打就不接了 我把孩子托付给对门邻居 又马不停蹄地 赶到市中心医院 李勇在医院哪里 我也是两眼一摸黑 我跑到咨询台 让护士帮我查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叫李勇的人 今天被送进医院 护士小姐一听是找李勇 顿时松了一口气说 我们也着急联络他的家人呢 他是车祸被送进来的 身上也没有手机 原来 李勇今天和女朋友吵架 出了一个小车祸 被带到这里 做了个常规检查 本来人还蛮清醒的 没想到他看到血液报告后 就昏过去了 人现在还在急诊室 我找到急诊室 拿起他家在床头上的 血液报告看了一眼 心脏顿时抽紧了 上面有几个熟悉的指标 熟悉的数字 和姐姐前几个月的那些 测试报告非常相似 这说明什么 我不敢相信 我妈又被我从乡下 叫过来照顾壮壮 几天后 李勇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和姐姐一模一样的病 一线癌晚期 肝转移 几天时间 李勇就像老了十岁不止 人一下子肝瘪下来 不晓得怎么回事 她的女朋友 再也没有出现过 李勇确诊的第二天 我下班到姐姐家 看壮壮和我妈 一进门 就看到李勇 跪在我妈面前 抱着我妈的腿 哭天抹泪 妈 我真的没有钱治病了 你和爸 能不能不要告我了 撤销财产冻结吧 让我卖房子治病 那卑微哀求的样子 简直没法看 谁能想到 几个月前 她还理直气壮 对姐姐见死不救呢 现在 一模一样的情形 摆到她面前 她自己是那个生病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妈掰开她的手 起身逃开 一面走 一面说 这不是和欢欢一样的病吗 没法子 这事情 我们还是要想一想 小孩这房子 怎么能卖呢 李勇摊着两只手 扶在地上 嚎啕大哭 是啊 我爸妈 怎么可能同意 他们那么凉薄的人 对亲生女儿 都这样淡漠 你又是谁呢 我昨天还听到 我妈给我爸打电话 他们俩觉得 这是个大好事 李勇死后 那些财产 就全部落到 他们两个手上 他们只要给 壮壮一口饭吃就行 我真想把 李勇从前 对姐姐说的那一句话 还给他 医生都说 这个是治不好的病 没钱就别治了 卖了房子 孩子以后怎么办 可是最终 没有说出口 不是我圣母 而是我现在还需要 他配合我 保障壮壮的利益 李勇的病 是不可能治好的 留给壮壮的那些财产 绝不可以 落到我父母手上 他们的凉薄和自私 是不可能改变的 斟酌了几番 我当晚让朋友 帮忙起草了一份 以李勇 为立主人的遗嘱 声明 万一李勇故去 一 全部财产 留给壮壮 二 指定我 为壮壮的监护人 因为 首先 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 私生子跑来 和壮壮抢财产 我必须要保证 所有的财产 都留给壮壮 其次 从法律上来讲 李勇走后 我父母 才是第一顺位监护人 为了防止 我父母 染指壮壮的财产 只有把我指定 为壮壮的监护人 才能真正保障壮壮的利益 带着这份遗嘱 我去找了李勇 我承诺他 只要他签了这份遗嘱 并公证 我可以马上 先借给他十万块 并帮忙 说服我爸妈 撤销诉讼 和取消财产冻结 李勇没想多久 就签了遗嘱 办完公证 我当着他的面 转了十万块钱给他 出乎我的意料 李勇走得非常快 没坚持两个星期 就走了 医生说 他不是病死的 他是被自己吓死的 他的身体 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不至于两个星期 都挺不过去 我以为李勇死了 我会快意恩仇 然而不是 生命无常 我更心疼的是 成了孤儿的壮壮 李勇的葬礼过后 我听到我爸妈 一直在房间里商量 什么时候 卖掉姐姐的房子 要带壮壮 回乡下读书 他们打得好算盘 觉得壮壮 肯定要跟着他们过 所以房子一卖 所有的钱 都该归他们管 他们才不管 乡下的教育好不好 他们只想着 自己有钱后 是多么耀武扬威 我很快办完了 李勇的死亡证明 带着死亡证明 先把法院的诉讼撤销了 再带着壮壮 把李勇和姐姐所有的财产 都转到壮壮的冰下 我必须快刀斩乱麻 先把一切迅速定下来 再给我父母一点甜头 否则 万一他们觉得分得不够多 执意纠缠起来 官司没完没了 谁有空去理他们 办完了所有继承事宜 我请法务部的律师朋友 帮了个忙 我把爸妈带到律师行 请律师朋友念了李勇的遗嘱 告诉他们 壮壮以后 由我监护 按照继承法 他们只能继承姐姐遗产 不能继承李勇的遗产 所以 他们能得到的份额 就是总遗产中 很小的一部分 再考虑到壮壮还是未成年 按继承法 他们很可能拿到的比例 是总遗产的十分之一 我们按总遗产 折算来算 再去除继承财产 过户所有的花费 律师一边说 一边摸出个计算器 摆出一大堆收据 劈劈啪啪啪算了一阵 最后很权威地说 那么 这个金额 大概在 十万 律师很有技巧地 在这里停下来 问了一句 你们两位老人家 是要银行转账吗 请问 转到哪个账户 哦 哦 我爸推了推我妈 我妈马上摸出一个小本子 那上面记着 她的银行号码 等到律师登记完银行号码 这两个人才反应过来 怎么这么少 他们有点生气 可是 坐在从来没进过的 高档律师楼里 他们很有点拘束 再看着很专业 又很亲和的律师 他们更嫩嫩地 说不出什么撒泼的话来 事情终于圆满解决了 我松了一口气 把父母送回乡下后 我搬进了姐姐家 那天晚上 我陪壮壮吃完晚饭 很认真地 拉着壮壮的手 对她说 你知不知道 小姨很爱你 你要记得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有小姨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个 永远是一伙的 壮壮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像个大人一样 郑重点头 她说 我知道 小姨 我也爱你 泪涌上眼眶 我又把她憋回去了 好 从现在开始 由我来把姐姐的孩子 认真地带大 就像她当初 认真地把我带大一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